接下来呢我们要心理测验的主题呢 是你对它是什么感觉 很多时候呢你不知道你对你的另外一半 到底是真的喜欢 还是说你觉得只是有一些一念八了 那你想要弄清楚你对它的情感的话 其实你可以参藏这个信念 你对它呢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感的感觉 或许我们可以把细节上面的一个分类的状态 利用心理测验 当然心理测验都是一个参考 其实很多事情还是在于你自己的决定 那我们以下呢 你可以心里面某一件说我是谁 我想知道某某某 我对它的感觉是什么 那你选完之后念完四遍 你可以选了以下四张拍卡罗 选择第一张的你呢 其实你对它的感觉蛮空的 就是说其实你不是真的有没有喜欢它 或许某部分你只是想要得到 甚至得到它的认同 得到它的喜欢 得到它对你的在意 其实你对它的情感呢 其实是有一点 你觉得就是好像找不到一种很热爱 或者是新鲜感 所以会常常让你觉得很迷茫 要不要继续坚持下去 其实呢你对它 其实你对它的爱 并不是真正的喜欢 而是因为一时之间的一个迷恋 一直迷失方向 你觉得在它身上好像可以看到一些阳光 可是呢这个阳光 其实你也是可以给你自己的 不见得一定要投射在对方身上 或许你开始增加自己的才华 增加自己的价值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跟你好像越来越远了 当然这些部分还是要靠你自己去体验去感受咯 选择第二张牌卡的你呢 其实你对它的感觉是心痛的感觉 其实或许它过去有做一些让你觉得很悲伤 很生气很愤怒的事情 常常在你的心里面有一些疙瘩 甚至你觉得不被重视 甚至它曾经有让你难堪的事情 其实这些事情你一直都没有办法跳脱声 你自己也斯文 所以你会很常觉得愤怒 或者是说很不安 那其实这不是真正的喜欢 你对它的感觉 其实就是有一种不甘心跟舍不得而已 你说爱的话 我觉得爱的议题其实成分还是偏销的 某部分来讲你要知道的是 先放手的那个人才是赢家 很多时候不甘心只是一时的哦 接下来选择第三张牌卡的你呢 你对它其实是家人的爱 其实你对它的爱某部分已经有一些升华了 你觉得不能没有它 你觉得这世界上呢 你就是要跟它黏在一起 两梯梯的感觉 但是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讲的话 其实你对它的喜欢 其实是已经大过于你自己的想像 你也想要跟它共度走下去 甚至你觉得很多时候你觉得 什么事情都要以它为主 以它为考量 其实你是真的非常的爱它 你爱它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 你们的情分就像家人般很难去割舍 甚至好像它可以带给你很多的希望 很多的需要 很多的支持等等 其实就是一个你觉得就是你要的那一个感觉的对象 选择第三张牌卡 你对它的喜欢呢 其实是因为你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有想法 甚至在它的事业上面 它可能是一个可以让大家敬仰甚至崇拜的对象 我部分来讲你会因它而感到骄傲 而感到荣耀 你喜欢一个有能力的人 刚好你喜欢他 他也这样子的策子 所以你才会舍不得离开他 当然当它在提升它自己的能力的时候 你自己也要提升你的能力 来为你自己加分 不然等它它爬得越高 如果你都还是没有成长的话 两个人还是会有机会分开哦 所以呢 这时候你就要跟它同步进行也提升自己 这样对你们的感情才是有一份新的保障哦 以上是智障牌卡的解析 希望能帮到你们